白玉郡主盯着眼前的女子,原本带着柔和甜美的面容,变得阴沉 虽然当日只是短短一面,但由于那一撇周,文郡王与之亲密的态度却是他从未见过的 所以才让他心中涌起了难以抑制的愤怒,以至于出手警示 那个要是姑娘子的传闻虽然让得不悦,但更多的是不屑 郡王府里的侍女虽然让得愤怒,但也并未往心里去 此等女子们不过如同那些风尘卖笑,依仗容貌搅好,讨男人们一时欢心 但此时此刻,这两人竟然重合在一起,白玉郡主的愤怒顿时不可抑制 室内众人显然都察觉到白玉郡主凶悍的气息暴涨,忍不住抬眼恶然看过去 郡主?白玉郡主身后的天生侍女忍不住低声唤道 一面扶住了猛然站起身来的白玉郡主的胳膊 这是黄歌? 他知道天下没有哪个女子能心情极好的,看着这些将要来与自己分丈夫宠爱的女人们 但作为白玉郡主此等身份,是绝不能在此时此刻失态的 此时,太子妃身份尚未落实,此刻身在皇宫 这侍女的声音让白玉郡主收回神 她深吸了一口气,满是怒气的眼,缓缓闭上 滚出去,这个冰凉的声音传入故事八娘耳内,却格外的动听 她忙失礼快不退出去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也是一个致命的误会 在白玉郡主眼里,自己如果只是郡王府的一个势必也就罢了 就算有郡王另眼相待,也尚不得台面 但没有想到,这个势必竟然正式采雪来了 这可就一跃成了皇家铁册正式的贵人了 白郡主休脑之下,就算让人把自己拖出去乱棍打死 只怕也是无人能挡的 而自己偏偏是死也不能来解释这个误会 如果真的解释了,那就更没有人能救得了她了 这个地方是不能待了 故事八娘站在大殿外 惊出的一身冷汗,在冷风一吹响,刺骨冰寒 很快脱身,可是要脱身 就只有见到最关键的那个人 站在殿外,向前看去 可见一条玉带般的宽路绵延而去 四周宫殿,灰宏壮观 如传日高悬 碧鹅壮丽,无处不渗透重重微压逼人 令人不得不摒弃凝身,小心尽慎 在这绝对的权威面前 故事八娘那点小心思是半点不敢动 一旦出错,只怕牵连全家 顾小姐,一个内侍急匆匆而来 见得促立在廊下,忙关切地上前 您没事吧 故事八娘回过神,忙含笑冲她点头 这边请 内侍宫身引路 故事八娘忙跟随她前行 走到先前所处的殿前 那内侍再一次宫身失礼并没有跟进去 而是退向一边 这位公公,故事八娘心内一动 收回已经迈向门槛的脚 微微侧头,对得内侍低声道 如果方便,可否遇见 这话说得眉头眉尾 那内侍脚步却是一顿 旋即加快脚步而去 顾小姐,外边冷吧 来这边坐 一个锦衣女子立刻含笑站起来 冲到招手 顾小姐,又少轮暖的手 另一个女子微微瞥了先前的女子一眼 站起身来,挤不过去 将自己手里的手炉塞给故事八娘 事到如今 不止故事八娘知道自己是内定了 其他人也明了了 故事八娘心知肚明 谢谢 她含笑说道 眼中却闪过了一丝凝重 虽然其他人刻意交好 但无奈故事八娘心不在焉 这些女子也都是心高气傲的 说了几句得不到回应 便各自不在言语 不多时 进来几个内侍女官宣布今晚通明店赐宴 这消息让女子们既早晨的预设后 又激动了一把 说不定太后娘娘也会来呢 我看你是想说太子殿下会来吧 女子们一面戏不而行 一面低声思语 想起一阵低笑 侧目看了眼深浅一露的内侍 便又盲眼嘴整理一探 故事八娘走在最后 依旧眉头紧锁 忽悠有身旁女子轻轻撞的胳膊 真可惜 没多戴两套衣上来 女子低声笑道 两腮微红 眼波流转 如果今晚穿了 明日在太后娘娘跟前 就没衣上换了呢 过是把娘冲得笑了笑 只吃饭而已 通明店临着一花园的眉园 听说那里风景极美 到时候咱们也可以赏玩 女子吓到一脸憧憬 不管明日如何 有这一次 这辈子足矣 如果不管明日如何 我这辈子就休矣呢 故事八娘心里念叨一句 再一次抬头看天 天色阴沉 看样子又有风雪要来了 通明店之所以叫通明店 就是四面通明 位于御花园两边位置最高 是极佳的观景台 此时夜色出降 通明店内已经点燃 白只手臂粗的蜡烛 另有四个大火盆 木炭中燃着沉香 腾起火焰与蜡烛齐鸣 热浪滚滚 并无烟熏 只有清香 十几位宫女行走店中 布置宴席 宫中女官一旁视力 因为并无预想中的宫中贵人而来 紧张的女子们渐渐放松下来 消去拘束 三三两两的依蓝赏眉 小姐们如果喜欢可以下去 到梅园转转 面容和蔼的女官含笑说道 一面命宫女们提灯 给小姐们照露 此言正得众人心意 于是忙都起身 披上斗篷跟随宫女们而去 顾小姐请 耳中传来轻轻的声音 一名白衣宫庄少女 站在顾十八娘身前 低着针手 软颜道 顾十八娘收回神 兴趣缺缺的摇了摇头 谢谢 我就在这里 话音未落 见得宫女已经取过一旁的斗篷 替她披在身上 顾小姐请跟我来 她再次含笑说道 眼光微闪 顾十八娘心中一动 她还是迟疑未动 此时 店中人已经都出去了 十几位宫女提灯引路 与梅园中悬挂的彩灯 相应乘去 锦衣华服的女子们鱼贯而下 低语笑声一片 看过去流光一彩 不似人间 小姐 宫女有些意外 再次低声唤道 你下去吧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顾十八娘大喜 忙转身扶扣 低声道 见过太子殿下 光洁的地上 投上了一个高瘦的人影 不知道何时 那宫女已经悄然退下 偌大的通明店里 只闻碳火 蜡烛燃烧的轻爆声 以及叶峰送来梅园中 女子的轻笑声 眼里 她淡淡说道 声音里透出更浓的 只嚷全柄的威严 古十八娘 应声慢慢站起身来 心里轻轻地松了口气 看来 她猜得没错 既然自己能一路顺畅地过关 这人一定都安排好了 自己的身旁 一定有她的眼线 殿下 我 她深吸一口气 将脑中伺服过很多遍的话 准备即刻讲出来 跟我来 文俊王却转过身 打断了她的话 起步 向外而去 此处的确不是何说话 古十八娘身以为然 忙跟过去 她走的方向 并不是正殿门 而是后殿门 古十八娘不敢出声 紧紧地跟着她 又稍微落后一步 已是不予举 沿着白玉台阶下 便是一条小路 弯弯曲曲 只向梅圆而去 梅树间散落红灯 与红梅白梅相映 行走期间 可以听到其他女子们的说笑 但却看不到人眼 不知道什么时候 文俊王的步子放慢 还不时地停下脚 看她的样子 倒像是赏梅 并无要去之处 殿下 古十八娘忍不住 开口说话 该不会 今日真的吓到了吧 文俊王转个身问道 她的嘴角 浮现一丝笑意 古香 原来你也会害怕 这一句 带着玩笑意味的话 冲散生疏感 古十八娘 垂下头苦笑了一下 并没有否认 殿下 民女最是怕死 玄机 矮身身里 声音正重道 不过殿下放心 有些事 民女是死也不怕的 你不是说过 你们死了 我就会死吗 文俊王转过身 举步慢行 一面抬眼看着深色的梅花 一面缓缓说道 所以 你放心 孤屋 也一可能生 便不小死 她的声音带着几分轻松 似是戏虐 又似认真 古十八娘一时 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你家有没缘 文俊王获得开口问道 古十八娘一愣 才明白她问的是什么 是 有一个 小小的 自然不敢跟这里比 她忙答道 以免将在脑中 过了千万遍的话 再一次拿出来要说 殿下 那 经常能赏梅了 文俊王接着问道 哦 古十八娘 值得再次接话 又忙摇头 没有 我们以前是住在仙人县 健康家里有 只失去的少 来去村庄 也没怎么 是没心情看吗 文俊王微微侧头道 那倒是 那十年节回族里 备受冷眼 也没有人相邀 就是有人相邀 没有好的衣裳 去了 也是徒惹人笑 他们母女自视避开 说起来 多看健康族里的梅花几眼 除了与顾鱼相遇 第一次交锋的时候 便是独家顾宝泉那次 梅景宜人 但他做的 却是劳心阴毒之事 想到这里不由地笑了笑 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我也是第一次 由此先情自得赏梅 文俊王笑了笑 伸手摇了摇一只梅 只可惜 没有下雪 人常说 踏雪寻梅 风是盛景 下雪的日子多的是 以后赏盛景的机会多的是 殿下 无须遗憾 果实八娘不由地顺口答道 文俊王转身看着的 一笑点头 你说的对 便转过身 再次缓不而行 二人之间再次沉默 不知何时 已经偏离园中小路 前几日积雪未消 踩在上面 发出歌之声 寒气夹在梅箱凝绕 四周灯光摇曳 依旧有笑声隐隐传来 瞧这样子 真不像是要找个 逼人的地方说话 果实八娘面上 闪过了一丝一色 事关重大 她不忧地紧走几步 绕过文俊王 拦在她的身前 矮身跪下 文俊王的脚步停下了 果实八娘可以感觉 一道清冷的目光 由上几下 披露在自己身上 殿下 顾湘 敢以命发誓 今生今世 绝不会将事情吐露 她扶手在地 额头贴在冰凉的雪面上 郑重 说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